大家好,我是陪你看世界的童小军 感谢西瓜视频邀请我参加寻找古籍守护人活动 古籍对于我们中国,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到底有多重要 听完这个故事,相信我会刷新您的认知 1907年,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日本方面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大增 甲午海战又赢了蜻蜓,取得了朝鲜半岛的控制权 可这并未能满足日本人的野心 在朝鲜半岛站稳脚跟之后 日本人开始频频试探,蜻蜓对于沿边领土的态度 一帮所谓的日本学者,捏造了臭名昭著的建岛悬案 将一块纵石里,宽一里的摊地 扩大到海南河以南,屠门江以北 宽约二三百里,长约五六百里之地 基现在中国的岩籍,汪青,河龙,昏春四线地区 日本报刊大造舆论,硬说建岛是朝鲜的属地 并且在未经蜻蜓同意的前提下 就在沿济龙井村,非法设立了统监府建岛临时派出所 同时先后在新兴坪,橘子街,头盗沟,朝阳川等地区 设立了日本宪兵分钱所 妄图使用切香肠战术,一口一口吞掉中朝边界 这波操作和今天的印度边军很像了 可日本人比印度人要聪明 他们操控了一个叫做长白山会的组织 然后利用该组织捏造了种种建岛属于朝鲜的假证据 蓄意混淆边境地理概念 把建岛问题从局部的领土争端演变成了一个国际交涉问题 而且动辄引用所谓的国际法进行论证 妄图以各种伪证来达成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从当时的情势来看 建岛问题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东北边疆 而蓄谋制造的一个借口 如果一击得手,让日本人尝到了甜头 那么东北可能等不到九一八事变 就会沦入敌人之手 幸运的是,1907年的春天 革命治世宋教人先生奉命前往东北 他本来的任务是联络当地的反清武装力量 一举推翻清政府,为中国建立共和 宋教人曾经就读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和早稻田大学 他在日本还是有几个朋友的 到达东北之后不久 他就从蜻蜓和日本方面得知了一个消息 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的东北领土 并且蜻蜓这次也不怂 马上派出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 吉林编武公署帮伴吴鲁针 来和日本距离力争 宋教人虽然痛恨蜻蜓 但更恨日本人 他特别懂兄弟细于强 外遇其辱的道理 于是他马上联系了自己的日本友人片山浅 并且通过片山浅的渠道 伪装成为了日本人 取名真村 打入了长白山会